警长 警长 我是白哥 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 出发 听了一切可疑的声音 你莫快乐坚持力抓到处讯息 你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安宁 啊 黑猫情长 啊 黑猫情长 三里共云 向你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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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黑猫情长 啊 黑猫情长 三里共云 向你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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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童和黄明浩 相信电视机前的80后 听到这些歌曲 应该是回忆满满了 来 光头蝶 你老板呢 哎呀 最近要发工资 他又消失了 给你老板推荐一个好帮手 进货发工资不用愁 资金要周转 就找杜小满 现在下载APP 还能领导 来到最终验证了啊 这个面前有四个大小不一的盲盒 每个队可以选择两个盲盒 因为盲牌家族获胜多 所以可以优先选择盲盲 我们选两个小的 你们是客人 这会儿想起来我们是客人了 来 给你们 盲盒的每一层上面 都有一张国曼海报 两队要PK 谁拆到的国曼年代更久远 每拆掉一层则即刻作废 每一个盲盒里面 藏有一个危险的炸弹 爆了 这爆了 拆到炸弹的话 就整颗作废 这也太新了 大声归来 这个老了 这个好 稳一点呗 拆 有点害怕 拆 不拆了 不拆了 大道天宫 大道天宫 你看他还专门写彩色动画片 意味着那个时候 彩色都是比较罕见 哎 干嘛 他们输了 这个很牛 这个绝了 他们大道天宫 大道天宫 比谁老 拆 这个还有 拆 你手气好一点 你拆 这太新了 哎呀 哪吒 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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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拆 拆到我为止 拆到我为止 哎呀 这个我都不知道了 这个我都不知道了 为什么是黑的 我知道这个 我知道这个 这个好像就特别特别糟 太好了就它了 哦 还有一个 哇 兄弟们 哇 小狗子怎么办 别拆了 别拆了 这个早 我觉得那个很早了 水墨化了 不行了 太柴呢 不要太贪婪了 这都魔童匠尸了 我们拆得越拆越新 那没办法了 你们现在魔童匠尸肯定赢不过我们了 我们赢了 我们也是 来 来 我们的 乌鸦为什么这么黑 你们呢 你们选了哪个 小蝌蚪找妈妈 哎呦 好新的动画片 不说别的 小蝌蚪找妈妈 我们都看过 这个谁看过 乌鸦为什么这么黑 谁听过 不好说 那我公布一下 这两张海报 书队要接受惩罚 其实所有人 在节目播出当天都要发微博 好 只是赢的那队 我们将会以一个全新的 正面积极阳光的动漫形象来发微博 而书队 将会以反派角色的身份 把自己扮上来发微博 我扮羊笔好了 乌鸦为什么这么黑 是彩色动画 对 那个乌鸦是彩色的 小蝌蚪找妈妈 是水墨 是水墨 我爱 小蝌蚪找妈妈 1961年 粉辣 乌鸦为什么是黑的 彩色的 1956年 好 恭喜王牌加组获胜 其实四个盲盒当中 有一个隐藏款 没人拆到 把这拆了 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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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 这是什么 读出来给我们听一听 书震东华文打字机 就是料到我们这里不敢拆了 书震东华文打字机 年份 1922年 但是到这不敢拆了 一百年前就是他 这就是中国动画一百年的由来 那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广告片 但从他开始 开启了中国动画的一个萌芽 从1922年到现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中国的动画走过了百年 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哇塞 我看看哪个我看过 没头脑和不高兴 六二 好想回去找回去看看 这些画报浓缩了中国的动画电影的百年历程 好多好经典的真的 对 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最喜欢的一部这个动画片 我最喜欢的一部动画片是《我被割狂》 当时我看的时候是六年级的时候 所以那会看完会很向往青春 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国漫应该是《宝莲灯》 它里面的音乐非常好听 哇我里面所有的歌我基本上都 每天都在听都在学 我记得里面其实有一首歌 使我印象当时特别深的 它是 这有点原生态的一个音乐的一个音乐形式的一个歌 我长大之后才会发现 原来我们中国的这些原生态的音乐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种 让大家觉得很不一样的那种千变万化的旋律 对 黄岛以后您再到那个国漫的时候 跟《花花》约个主题曲 那是太好了 我特别特别喜欢《花花》有 希望可以帮我们多点做点音乐 那些搞起来 我也很感兴趣 小松 你看啥的 我小时候喜欢看一些动画片 《熊出没》还有《国宝特工》 《大耳朵土兔》 它就是一个个小故事 它就有很多大道理 《一人之下》这部片子里面有很多 是跟我们中华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 我是喜欢《黑猫警长》 我就从《黑猫警长》 虽然它只有五集 从它那儿不仅可以了解故事 还可以学知识 从它这儿开始知道 母螃蟆会吃掉自己的伴侣 对 河马和犀牛 是因为身体缺乏某种元素 它们要吃红泥 来补充身体的营养 然后宝莲灯 我听说装了六台要放 我那天就是回家守着那个时间段 用录像袋把宝莲灯录下来 看了好多遍 然后里面有一段词 我到现在还记得 就是那个骗人那个 走走走 游游游游 不学无术我不发愁 逢人不说真心话 这个那一串记得特别清楚 所以感触非常深 游游呢 其实这些动画片 基本上我 我都没看过 因为我从小啊 家里条件确实非常有限 我们家里有一个 在亨代也是后来买的 一个黑白电视 黑白电视呢 我父亲规定是 只是晚上七点半 以后才开 因为七点半以后呢 它有一个天气预报 我们要知道那个天气 后来的同学们 有那个小人书 我才看到的 葫芦兄弟 黑猫警长 还有阿凡提 后来长大之后 电影院一旦放动画片 我都会去看 我想弥补那些 没有我的知识 然后后来 我有了孩子之后 只要是有 他们喜欢看的动画片 我一定会带他们看 你看小时候有 哪吒闹海 然后又有电视剧里的哪吒 又有这个19版的哪吒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 不一样的哪吒 我希望让孩子们 就是童年更丰富一些 其实动画片 能够教孩子们 东西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现在采取的方法 就是更多的陪孩子 去看动画片 对一旦电影院有 有国产的动画片 我一定会拉着孩子们看 他不爱看 我也得告诉他们 一定要看 报仇的 对 必须看 因为爸爸爱看 孩子们爱看 爱看 所以说就会告诉他们 国产的漫画崛起了 我们会越来越好 好 动画它不单只是个娱乐 它其实也是个文化输出 我们中国里面有很多 很优秀的故事 很多很好的人物 可以被挖掘的 小时候我们是看 国外的IP 今天我们居然有这个机会 和带着我们的故事 带着我们的文化 给到国外的观众去了解 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 中国动画 其实有个非常飞黄的一个历史 曾经我们的水墨动画 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我觉得最近这20年 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 慢慢慢慢再跑起来了 从我们停下来到 开始跑起来 我还是很希望 我们的小孩 能透过动画片 了解到更多 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故事 人物以及家里关 谢谢黄导的分享 我相信随着我们动画片 不断地崛起 一代又一代动画片人 不断地努力 当我们真正走出国门 就像您说的一样 我们的动画 我们的动漫 都可以出海了的时候 这就是 我们的动画